诶,最近学测成绩公布了诶 诶,对了,当初为什么你会进来长庚大学啊? 哦,想当年,学长从长庚大学回来之后跟我说 长庚大学的老师都非常亲切,而且乐于解决学生的问题 我们还有一片很漂亮的大草原 哦,对,像我就看过好几次 有新的回来我们学校拍摄《婚纱造奇景》哦 重点重点,跟你说,学费便宜以外,住宿也很便宜,设备也很新 连我家住在桃园,也有宿舍可以住哦 父子,我跟你说,长庚大学还有提供很多不同的奖学金 减少我们在经济上的压力,有哪些呢,就让我一一来说给你听吧 大学部的奖学金分别用大学部优秀新生精职奖学金 大学部优秀新生银职奖学金 大学部清函偏箱奖学金 以及台宿企业公费生 首先要介绍的是大学部优秀新生精职奖学金 只要你是医学系中医系的学生 或是有休息人工智慧学士学位学成 并且学测或指考成绩优移的 在大学四年总共可以拿到奖学金一百万元哦 另外,如果是人工智慧学士学位学成的学生 长庚大学还会提供出国研修的机会 并且补助机票和生活费 金额高达八万元 什么是大学部优秀新生银职奖学金呢 只要你是各学系的前百分之十五正取生 并且学测任何一科达到顶标 同时参与长庚跨域人才培育计划 你就能在大学四年获得四十万的奖学金 同时拥有出国研修的机会哦 长庚跨域人才培育计划 可以说是与各学院的佼佼者 一同学习讨论的好机会 因为学校为这些学生提供了许多跨领域 以及提升国际移动力的课程 而且各学院都有安排出国交流的学校 或是预定合作的厂商 所以相较于其他大学 长庚大学为这些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资源 以及更全面的规划哦 刚刚所提到的是有关于医学院 工学院以及管理学院学生的部分 若是收集人工智慧学士学位学成 在大一时就会有一名直属教授 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在大三时采用双教授 甚至移至国外上课 有机会体验更多人的文化 与接触更多的竞争力哦 接着我们要来介绍 大学部清函偏乡奖学金 只要是中低或低收入户的学生 长庚大学都会提供学杂费的减免 另外若学生涉及符合内政部定义的 偏远地区乡镇的低收入户学生 长庚大学还会再加码补助 每个月一万元哦 以上三种奖学金 只要你具有低收入户证明 长庚大学还会提供笔电 让你在求学上更加的方便 有更多的资源哦 最后是台速企业公费生的部分 如果你两个学期的成绩位于班上的前百分之十 并且总平均及超性成绩达到八十分 就有机会进入台速相关企业实习 实习薪资比照专科毕业生 而且当通过平和转为正职后 还能获得四十万的留任金哦 不止这些哦 像我现在硕士班 我们还有硕士班和博士班的奖学金 现在换我来说给你听哦 首先只要多福、多义、雅师或GRE等 英文检定达到锁定的标准 就能申请博士班精进奖学金哦 其中包含学杂费补助十九万元 换句话说就是一至四年级学杂费全免 另外还能获得奖学金共四十八万元哦 再来有关硕士班培育奖学金 首先要先通过学硕学成申请 并且在入学前需达到英文的相关门槛 譬如多福、雅师、多义等等 如此以来还能获得学杂费十万元补助哦 另外在原学士班的毕业成绩达到前四十八同学 还能额外获得奖学金八万元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引领趋势的奈米工程 及设计硕士学位、学成 这是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共同吸收打造的双联学位哦 只需通过书面审查 并且多以达七百五十分以上 就可以获得生活费每个月一万元 以及来回机票两万元的补助 还有还有 学杂费的补助高达三十万元哦 以上有关于奖学金的种种介绍 是不是让你对于长庚大学充满了更多的好奇呢 长庚大学拥有丰富的资金优势 提供学习机会以及奖助金给学生 让学生在努力求学 扩展视野的过程中 减少经济上的压力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详细内容 可以扫描下方的QR Code 或是上网搜寻长庚大学